哈囉,一樣是這一缸合金 然後今天是禮拜幾?禮拜四 這是我們簡易第四天 禮拜五 禮拜一進口 就第四天啦,禮拜一進口 一、二、三、四、五 好了好了,禮拜五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換水了 換水再下第二次要了 然後其實它雨的狀況有比較好的 像這個雨已經比較會發亮了 但是有一些雨你看 它這個會夾背起 這個也會夾背起 然後這一缸 其實我們有 有下藥,因為這個雨其實很虛弱 所以要餵死 其實應該昨天就要換水了 夾拖一缸,現在水質沒有那麼好 水質沒有那麼好 魚開始表現有點不舒服了 剛剛有一隻魚 有沒有,現在這個魚會擦缸 其實 擦缸的話,水質不好的話 魚會夾背起 像這樣 那但是魚會擦缸的話是體外蟲 那跟大家講一個原因就是說 好,你拿一下好了 不是啦,這樣才可以拍到我俊俏的臉 我要講 其實魚它 動物都這樣 譬如說它現在來狀況很差 你一定要先處理細菌上的疾病 細菌會引起敗血症,細菌感染那些 你先要製細菌 當然體外蟲我們也有下 但是 還是以細菌為主 細菌呢先 先下了 四五天之內把它聞起來 還沒想到 台語說得這麼快 魚要先拱了,你知道嗎 抗生素消炎藥 你要先拱了,把魚先刀住 不死 不死以後 我們現在再來處理體外蟲的問題 那體外蟲的問題處理完 嚴重的原因是 對,但是其實我也有下體外蟲的藥 只是它 還是把 這邊其實細菌藥下了三種 因為這批魚齁 然後來 你鏡頭拉近一下 像這個就不一定治得起來啦 這隻送到你 那其實在 再檢疫個幾天以後 可能就要把 比較差的幾隻 這一隻還有這一隻 你把它放在一起 它必死無疑 還有像這個 因為等到別的魚 身體調養好了以後 它肚子餓 你餵食不夠的話 它會去攻擊別的魚 像這個已經開始變壯了 有沒有 背鞋站起來了 開始拉 開始拉著一個大便 只是它還有一點體外蟲 它的體表還感覺 白無白無 霧霧的 像這個都是有點體外蟲啦 就是會夾 那水質不好也可能也有關係 那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個你過兩天不把它隔開的話 它就會在這個裡面被人家淘汰 還有那隻小吃的也是 那隻紅白小吃的 那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至少有好幾頭 像這一隻很神奇喔 我就撈這一隻 這一隻上一個 上一個影片 好吵喔 飛機好多喔 這一隻上一個影片的時候 它是整塊都是黃色的喔 它有一種像柱狀菌 或者叫黃質菌的感染 那你看我現在治療第四天 它的整個黃色已經不見了 然後它已經縮小 縮小到變紅紅的了 你們可以去看上一段影片 它是整個圍柄這一段都是黃的 所以這個我們下的藥就有 有 有種啦 有處理到 廢話我下三種了 怎麼會不種 你們白的藥紅都 藥紅都請出來擺了 你知道嗎 三種藥都落了 還落不到也不好 來來還有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也會比較好 所以又是另外一種毛病 其實是同一種菌啦 我認為 這裡這裡 它前兩天是 還有爛肉喔 前兩天有爛肉 我還有餵爛肉的藥 但它現在原本已經 原本是爛一個洞 現在已經補起來變白白的 像這一隻又好轉 這一缸裡面最主要就看這兩隻 就是 我們會看叫做指標魚 它這裡也有 同一邊嗎 它兩邊都有 它稍微 所以這個 其他還會再看指標魚 指標魚 比如說就這一條 還有那隻小的紅五花 那你去那裡 這個就變成矛盾 它們如果在裡面 你又要下藥又要加強餵食 如果我不分鋼的話 如果真的想要它好的話 像這隻花色也蠻特別的 就是粉鱗的麒麟 為了它好的話 又要再去樓上再用一缸 所以其實檢疫這種事情 是很麻煩的 而且耗時間又耗成本 但是 就像我說的 你看看 它已經在拉很粗的大便了 底下這個都是它拉的大便 你如果 不處理的話 把這些魚 就是賣出去 你就是在送炸彈 你知道 到處去送炸彈給 給這些養魚的人 啊 你的工夫 不可能 有人 不可能說 小專業叫你好 你就會弄得很可憐很辛苦 你看看 在插缸 有沒有 體外醜 所以當你們去外面買魚的時候 沒有來招柴魚買 你要在外面買魚的時候 你就是要遠遠看 夾背棋的不要買 然後有魚身上有傷口的不要買 尾巴太多破損的不要買 都是鋼進口 然後那一鋼魚 很多隻夾背棋就不能買 呆呆的手灰不會來 也不要買 然後有魚會在裡面擦缸也不要買 懂不懂 好 哈哈 這樣講完 買個屁 這樣講完你就買底下的就對了啊 我講的這個就是了啊 有沒有 是不是背棋會打開 是不是沒有什麼魚尾巴有破損 然後是不是會湊來前面 然後是不是水很乾淨 水太髒的你也不要買 這樣就對了啊 然後他皮膚 魚健康的話 他身上 有沒有 他身上會發亮 水淨也好 健康也好 他的皮膚就好 齁 類似像這樣 那 像裡面有一隻玉如液 我可不可以把它 拿去樓上 這隻這隻 其實他是被合金咬的啊 靠腰 你看那個玉如液小隻 我前兩天才把那個 黑色玉如液移過來 然後他 有被這些合金攻擊 因為合金的數量比較多 他的體型是他的 如果寸體重是 四五倍重嘛 四五倍大 然後他又少他又多 所以他就會弄它 所以這隻魚就是 這樣就算被 被霸凌的啊 就是身體如果在這魚缸裡面要被淘汰 把它移去樓上養 我把它移去樓上 跟那幾隻合金 五花的放在一起就好了 一起治療 一起調養身體 皮底下皮外醜 好 這個 簡易第 五天 好 弄好了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各位寶貝不要急喔 該給你的 老闆會給你 所以不要急 來 不要急 該給你的會給你 好 拜拜